鲍尔因着光亮走去 突然背后的尸体被拖了上去 鲍尔见证迅速跑开躲在了暗处 只见一个异形怪物正在寻找可以吃的人类 不一会儿 正在这时出现了很多怪物 两人迅速跑开逃命 很快怪物就把男子抓住 一拥而上把它撕成了碎片 另外一些怪物开始追赶鲍尔 鲍尔逃跑时被绳索套住了脚 怪物们见状便把他往上拖转 安娜告诉他这里是怪物们的餐厅 随后鲍尔和安娜不小心掉进了 堆满海果的垃圾处理池 鲍尔刚爬上来就遭到怪物的袭击 关键时刻阿信赶过来 三人连手将怪物杀死 鲍尔三人跑进一个储油罐 躲避怪物们的追击 储油罐里竟住着一个印第安老头 他很热情地给他们做吃的 但又在高处不愿靠近他们